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人都十分赞成 当下修书约请各路英雄同去 并由郭子怡、张信、王岐先动身 郭子怡等三人别了众人 一路朝行夜宿 不一日已来到长安 三人找了一间名百花楼的旅店住宿 这旅店十分宽敞 后园有亭台楼阁 门却锁住 郭子怡要住在后园一座楼上 叫店主把门开了 店主盲劝志说 园内有妖怪出现 不可住 店主见三人一瞬间 无可奈何 只得把门开了 三人放眼一看 只见园内十分荒凉 三人登上后园一座楼台 叫店小二拿来韭菜 不离三七二十一 开怀痛饮起来 引到三更十分 月色朦胧 猛听的楼外一阵怪风 格格作响 张信 王岐探身 往外一看 大叫不好 妖怪来了 吓得盲向桌下钻 郭子怡起来一看 果见一个双头独角 口似血盆 牙如铜锥的怪物 一纵一跳奔来 郭子怡大喝一声 孽障 羞的猖獗 纵身下楼 举拳便向妖怪打下去 那妖怪不妨由此胆大的人 争了一下 耕食退后十来步 做出扑击的姿势 郭子怡毫不畏惧 窜过去 就与妖怪在矿地上打僵起来 那妖怪虽十分凶恶 但郭子怡却是勇猛飞长 两下势均力敌 打得天仇地惨 打了一个羹字 那妖怪渐渐气力 不知往后倒退 被郭子怡破至荷花池边 那怪物正想诚系逃走 被郭子怡伸手 扯住尾巴 借是跃向她的背上 郭子怡骑妖怪 不问情犹 连用神力在她头上 打了二三十拳 打得她杀猪斑叫 渐渐妖怪驯服下来 郭子怡一看 竟变成一匹双头麻 浑身白毛 颈上有金铃 郭子怡见获了宝菊 心中大喜 正想牵着回楼去 忽然从望花亭那边 越来一条巨蟒 那巨蟒张开血盆大口 伸出长蛇 要来吃人 郭子怡连忙跳在一旁 躲了过去 那巨蟒正想回头扑来 却被郭子怡一手 扯住尾巴 五将起来 郭子怡扯着巨蟒尾巴一致 突然当那一声 火花四射 那巨蟒竟变作一杆杖八蛇毛 郭子怡一连得了二宝 心中大喜 便一手提枪 一手牵马回到楼来 王岐张信见了 忙问妖怪呢 郭子怡说 变了我的枪马了 二人乐不可知 过了数日 二龙山众兄弟及各路英雄 都纷纷到来百花楼聚合 大家见面不胜欢喜 因等待考期 众人无事便在园中下棋练舞 独有王岐张信 洪亮待不住 要到外跑 王岐张信 洪亮寄进大街 胡文人说 李林甫请来几个教师 摆下擂台挑战 原来 李林甫为了消灭天下好汉 特请了神权太保张杰 飞腿罗汉张霸 到来诗诡计 三人走近一看 只见张杰在台上口出大言 擂台两边还写着 拳打郭子仪 脚踢马欲飞 三人灯石气得肚子都破了 张信大喝一声 我来打你这狗娘养的 纵身跳上台去 张信二话不说 一拳打去 张杰连忙闪开 两人就此打将起来 张杰乃剑风山 少景亮的门徒 拳法独到 张信乃果是对手 不适合 被张杰一拳打下台 张杰出拳狠毒 打得张信在地上乱滚 王奇大怒 飞身上台 一拳向张杰打去 两人打了七合 王奇又被一拳打落台下 红亮剑两人 被张杰杀拳锁伤 痛得浑身是汗 不能言语 慌忙背了一个 抱了一个回去 回到百花楼 众好汉见了大吃一惊 问起情犹 知是李林甫设下的诡计 众人不禁大怒 次日 郭子怡 马玉飞与众好汉来至台下 只见张杰在台上指明 要打败郭马二人 温元帅赵文俊 早已按捺不住 大吼一声 我来与你交手 纵身跳上台去 两下通过姓名 便摆开全是斗了起来 战了石鱼盒 张杰运用红杀手 一拳打在赵文俊肩上 赵文俊大叫一声跌下台来 马彪大怒 月上擂台 喝道 不要逞强 俺马玉飞来了 张杰说 原来你就是马彪 马彪的拳法鼎鼎有名 张杰的神拳也十分厉害 两人势均力敌 打得难解难分 打了数十回合 张杰一个神拳打来 马彪躲闪不及 尖头中了红杀手 跌下擂台 接着张杰又一连伤了几个好汉 众人大惊失色 张杰哈哈大笑 退了下来 又由张霸上擂台 向台下中好汉挑战 欲蝴蝶临冲 见张霸目中无人 不禁大怒 大喝一声 休要逞强 跳上台去 两人大战三十和 张霸迈个破绽 运用黑沙腿 把林冲踢下台去 郭子怡再也按内不住 一声叱咤 如剑般冲上台去说 你要找郭子怡 我就是 张霸文来人是郭子怡 格外留神 两人各显神通 战将起来 两人棋逢敌手 将玉良才 各不相让 打得好不激烈 台下的人 看得口呆目瞪 张霸见酒未能取胜 便施展绝技 一下黑沙腿踢来 郭子怡不敢轻敌 忙跳下台去 郭子怡见敌人厉害 又伤了许多兄弟 便招呼兄弟们 速回百花楼去 张霸哈哈大笑 众好汉回到百花楼 伤者昏迷不少 郭子怡 郭子怡与诸葛英两人 不知如何是好 当下郭子怡修了一书 叫刘娇速前往武台山 去请师传铁头僧前来相助 刘娇身怀飞行绝技 一昼夜 已到武台山 刘娇随着小沙迷 来到禅堂 只见蒲团上 做了两个相貌奇特的和尚 刘娇忙把书呈上 铁头僧展书一看 知郭子怡等被少景亮徒弟张杰 张霸 用杀拳杀腿打伤 不禁大惊 当下铁头僧取了些金丹给刘娇 叫他先拿回去 给伤者服下 自己随后就到 刘娇别了二法师 赶回长安去了 回转百花楼 告知一切 众人皆大喜 立即一发把金丹 灌给伤者服下 说也奇怪 伤者服了金丹 不到一个时辰 个个苏醒过来 真个是要盗并除 过了三日 铁头僧与铁驼风来到 郭子怡 马彪 临冲忙与众人出去 迎接师父师叔 次日众好汉 拥了两位法师到擂台下 只见张霸 又在台前夸口 铁驼风一抖身体 嗖得跳上台去 说白 擂台不要夸口 贫僧来会你 张霸 见来者是个相貌奇特的和尚 不绝一争 铁驼风劝他收了擂台 不要苦苦寻仇 那张霸 不但不听劝告 反怪则 他多管闲事 竟恶狠狠 一拳打僵而来 铁驼风见他执迷不悟 只好与他私拼 两人一来一往 打了十余回合 张霸 见对方 拳法十分精通 量难取胜 便把身子一晃 运成黑沙腿 踢将过去 铁驼风冷笑一声 运用内功 毫不躲闪 迎将上去 只听当的一声 张霸如踢在一口中上 张霸 按吃一惊 忍着痛 又一腿踢去 却被铁驼风一手抓住 动弹不得 铁驼风用力一捏 张霸大叫一声 晕死过去 铁驼风顺手一抛 把他丢下擂台 张杰见兄弟受伤 纵身上台 扑向铁驼风 却被铁头僧接住 铁驼风便跳下台来 当下 张杰与铁头僧打僵起来 张杰不问情有 施展杀手 一拳打去 却被铁头僧捉住 铁头僧用力一捏 张杰痛得杀猪搬叫 铁头僧轻轻一扔 也把他丢下擂台 李林府的护台将兵 见两个教头俱伤 一起拿兵器 想前来围捕众好汉 却被郭子夷喝退 当下 众人与两位法师 回摆花楼 摆酒庆贺一番 预知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再会 请看下集